疫情爆发至今传出有8名台北车站街友确诊 其中3人6月中因身体不适自行就医裁检确诊 社会局分批安排裁检169位街友及接触者后 筛检出5名确诊个案总计8名街友确诊 针对台北市的街友 那一般来讲我们的街友就是无家者 路宿在车站或公园 那么人流出路比较频繁 那加上活动范围广泛 所以在除了尽量让他们住这些中途之家之外 那我们也鼓励街友去做筛检 那尽量入住我们的收容场所 那么另外考量街友的资讯跟经济 相对来讲弱势高龄 而且健康状况普遍不佳 也是防疫上的弱势族群 那么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基于街头公卫的防疫考量 那么除了将入住这个街头的街友 列入优先施打疫苗的对象外 这里面还包含了这个入住中途之家的街友住民 那么将每和医院医疗院所或医师公会 进行疫苗的接种 那这个方面除了可以降低 这个染疫跟传播的疑虑 那么也是给这个弱势族群 最直接的关怀与协助 那么社会局将持续针对台北车站 蒙甲公园两处街友拒绝的场域 加强防疫宣导并补给物资 判针对街友染疫风险 这个可以降低 然后也是有效的来阻断疫情的传染链 另外万华蒙甲公园列策街友 社会局表示截至6月底前 有6名街友陆续确诊 社会局以匡列相关接触者 并安排入住防疫旅馆 大部分街友与陆续隔离完毕 仅剩1名街友尚在住院隔离中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新谅 市场原谅 们 市场原谅